如果說我可以怎麼樣呢 就像你一個房子好了 你沒有隔間 其實很浪費 那我乾脆隔間隔成什麼 隔成八間 八個人住進來 我一次就要找的話很好找 對不對 如果你分在八個房子 那我要去八個房子去八個地址 那很麻煩 可是一個陣列全部就搞定 所以陣列其實有點像什麼 空間裡面我在切 在切 在切 全部 你就通通怎麼樣呢 給它一個編號 它的編號 這個全部都是A嘛 那如果第一個的話 只是A刮虎0 第二個A刮虎1 刮虎2 最後是7 所以這地方的話 也就是一個變數 切割成八等份 讓資料可以放進去 這樣的方式呢 會比較有彈性 而且不需要宣告太多的變數 這個就是所謂的陣列的用法 其實用的還蠻多的 那這個陣列呢 我們可以暫時存放資料 那再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陣列部分 陣列大家剛剛解釋過了 那我們可以暫時存放八個資料在這裡面 但是我要去判斷 如果是二到三欄的話 直接儲存 如果五到九欄的話呢 就是在做判斷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會需要一個多重判斷 多重邏輯判斷的一個乘數式 這個乘數式的話呢 如果各位以前有學過其他語言的話都知道 那在VBA裡面呢 會有叫select select的 它一個基本用法是select case 這個case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給它一個J J的話就判斷條件 那select case 它可以多重判斷 如果你要多重判斷的話 就要想到這個select case 那case後面的話就是你的條件 你的條件 那後面enter 一樣 就是會有select 就會什麼呢 andselect 就跟那個if一樣 andselect 那這樣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case case前面就有個條件 如果case等於多少呢 等於2的話 那表示說呢 它是郵遞區號 我們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直接把資料存放在A0的地方 A0裡面呢 就放什麼呢 放郵遞區號 那郵遞區號的話呢 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用什麼呢 用sales來表示 我的位置就是放在哪一欄呢 這地方的話就是在 i 這個應該是列的部分 我們前面講過嘛 我們原則上用i來表示 然後呢 第幾欄呢 基本上呢 你這個地方可以用b欄來表示 如果說你寫 跟著一樣 應該是b欄 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這邊直接給j也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j 如果j是2才跑進來 所以剛好這地方2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郵遞區號裡面的值 這個值的就是什麼呢 這個值的 如果說今天指就是指的是 這個儲存格指的就是這個地方 指的就是這個 假如說跑第一次的話 那有時候把這個值怎麼樣呢 106呢 暫時放在A0裡面去 把它暫時存放起來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就是CASE 呃 2的話 那2、3 啊 3的話也是一樣 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 1裡面